宇宙中无数神秘的粒子正以接近光的速度飞驰 这些高能粒子流就是宇宙线 百年来 高能宇宙线起源及其加速机制一直是未解之谜 5月17日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ASSO国际合作组在北京宣布 该观测站在银河系内发现首批超高能宇宙加速器 并观测到了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能量光子 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人知 一项就是发现了最高能量的光子被记录下来 达到了1.4个π电子幅 因为要产生这样高能量的光子 在人类的可控的加速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个发现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了12个这样的大加速器 不是看到一个迷散的 迷漫的 可能存在的这样的源 而是把它定位到了0.3度的以下的这样的水平 就是说我们在银河系内部实际上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是广泛的存在着这种超高能的加速器 LASO于2017年开始建设 是以宇宙线观测研究为核心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位于四川省道成县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 占地面积约1.36平方公里 采用四种探测器 可以全方位多变量的测量宇宙线 那么这个探测器呢 主要是由四种设备组成 通常你要做一个这样发现型的一个实验 你的结果通常要得到其他的实验的证实 LASO这个探测装置一个非常独特的自我交叉检验的能力 因为我有三种探测手段同时在工作 多种探测手段来组成了一个符合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对这个宇宙线的这个现象的测量 打到我们大气里边来的这个例子 能够做的测量的更加的好 比以往的实验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据悉此次成果基于LASO已建成的 二分之一规模探测装置 在2020年11个月的观测数据 2021年LASO阵列将全部建成 成为国际领先的超高能干嘛探测装置 投入长期运行 从多个方面展开宇宙线起源的探索性研究 进一步展现充满新奇与未知的超高能宇宙 因为这次看到了它来自于天鹅座 这样的一种年轻的这个大质量恒星星团 基本上就定位了我们下一步要去找到宇宙线起源的位置了 所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89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就是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能量低1000倍的一种光子 在当时就是最高能量的光子 由此就开创了一个领域 叫做胜高能噶马天文 这个噶马天文持续了30年 今天我们又见证了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启 随着我们这样的高水平的数据的产生 在未来的10年至少 又是一个繁荣的这个噶马天文的研究时代 就开启了超高能噶马的研究时代